侯友宜天氣場 再上一次 再上一次 侯友宜一出場 民眾湧上前 熱情包圍 挥舞手中旗幟 選舉前哨戰開打 不過跑行程之餘 心中依舊掛念這大雨災情 我一直關心災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候選人 應該跟我們的市民 在天災來的時候 要有積極的作為 風雨深信心 一旁還有親民黨立委 也是侯友宜的競選幹部 李鴻鈞現身支持 侯友宜母雞拉台小雞 幫自家議員參選人站台 而這也是因為 是她第一個與議員的 聯合競選總部成立 我們會持續 走我們自己競選的步驟 我們相信 我們所有議員共有那麼多年 都是連連緊緊的在一起 沒有問題的 辦案沒有分藍綠 服務室也沒有分藍綠 這個地方是新北市 這個地方都是很多 中南部上來我的鄉親 那都還有朋友 第一個聯合競選總部 選在新莊搶攻偏綠選區的 意味濃厚 相較於對手蘇貞昌 陸續成立區域競選總部 新北蘇侯兩人 藉由組織站向下連結 不過侯友宜的競選總部 又何時成立呢 現在詳細的時間 還不是很切定 我希望很快就成立 讓我們的選舉的節奏 能夠跟我們各地區的 這些候選人 能夠更綁在一塊 會這樣說 是因為新北可是一級戰區 傳出國民黨主席 吳敦毅 視為這事與朱立倫 兩人共同的政治命運 侯友宜也一再強調 新北這一仗要跟基層 緊緊黏在一起 期盼能像這顆大菜頭一樣 為選情帶來猴才頭 環宇新聞 林委婿 陳宇蓉 新北市報導 破了數字 Arbeits 被建立 卡 ouais without 患